彭泰新闻 长德市委书记 湖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等职 其涉嫌受贿四千五百余万元 大部分由其妻儿经手 王徐说 他有意把老婆程某放在自己和老板之间 做一个防火墙 二传手 湖南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介绍 在王徐受益下 程某头顶市长书记夫人的光环 游走于诸州长德两地政商界 插手工程项目干预组织人士 社会上一度传言 没有他不敢打的招呼 没有他不敢收的钱 专题篇介绍 程某还经营自己的太太圈 时常邀约王群下属或商人老板的妻子 一起美容 打牌 女游 王群的妻子经营小圈子 儿子忙着提篮子 成为一些机构所谓的资源型人才 王群子说 通过我父亲的职权 获取了480万的居间费 其中的一半也就是240万 给了我和我父亲 他王群挺开心的 说那你长大了 儿子结婚 王群以借用名义 收售价值74万元的豪车 平时 王群还有意带着妻儿 参加老板们的高档宴请 此外 被王群当成提款机 对待的外甥张建波 在专题片中提到 我总共靠他打招呼 做了差不多两个亿业务 他平常有时候要钱的时候 有时候打电话给我 澎湃新闻注意到 2月1日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曾鼎心 担任审判长 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湖南省人民政府原参事王群受贿一案 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1年至2023年期间 被告人王群利用担任诸州市委常委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天元区委书记 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市委副书记 市人民政府市长 常德市委书记 湖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等职务上的便利 以及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相关公司和个人 在获取国有资本注资 项目规划审批 工程项目承拦 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收受他人 以各种方式给予的财物 共计价值人民币4526.607469万元 其中未遂1200万元 据绍阳中院消息 庭审中在审判长的主持下 控辩双方出示了相关证据 进行了制证 并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 王群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意义 当警表示认罪悔罪 该案将择期宣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